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疑姜蕾 陈宇 看什么呢 查查那取证录像 快看看有没有他们提前交差又扔布条 什么意思啊 你说故意送货 对 一点都没拍到 不应该啊 不应该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 陈宇 他是帮助我们 我审问江蕾的时候 提到吴振风跟何家树时 他都有明显的紧张 我怀疑 何家树指认江蕾肯定是有原因的 而江蕾跟吴振风的关系 肯定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不应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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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 进来 邻居 啊 有事吗 雷队 我想向您报告 我 我怀疑江蕾 你也不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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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你去哪儿 你也不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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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哭 他可能是不想让警方看到这些过程 而在吴振峰拿出石灰粉的时候 江脸的取证录像里 有长达一分二十三秒的时间 是对象无关的角度的 我猜测 他是在跟人通电话 也许是发现假货之后 再询问K组织头目的意见 阵远 这些只能是你的猜测 是 但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话 那么整个茶厂的时间 就是一次黑之黑